的结果,我有把程式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各位要参考的话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有把它特别用那个 就是mark,就是说用标注帮各位把它标 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放这边 放在那个50,在这里 不是4月里面,我刚刚讲的 主要是这个地方 1,2,3,4有没有 最后记得要忘记,我还特别加个注解 因为我自己也忘记了 因为我常常 因为有的时候最好还是步骤清楚 那以后的话连自己要用就很单纯 反正我就一看,我就知道说 我该怎么改这个程式 而且不会出错 很重要是不要出错 那这样你run起程式来 你就run的其实还蛮旧手的 OK,因为这个一定会用到 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再做后续的分析 那当然这个东西放在资料库其实道理差不多 只是说如果你要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不外乎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呢,当然你用那个什么 Python 里面的Pandas 它有个叫Data Frame 这个Data Frame就跟Excel的概念很类似 只是说差别是说呢 如果你用Pandas的Data Frame 在程式里面呢,它比较没有视觉化的概念 也就是很多东西,也就是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实际上长的就是像这样子 那它放哪里?放记忆体里面 所以你就要想像,有没有,那个表格想像 但是看得到的就是Excel 那两者之间基本上我发现大概90%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呢,Excel能做到的事情 在那个Data Frame就Pandas里面呢,也是做得出来的 甚至是那个枢纽分析表,有没有 如果我们枢纽分析表这边可以做的话 那那边也做得出来 那另外绘制图表的话,那个在Python的话呢 那另外还是有一个另外的套件 叫做这个MainPyLab 就是另外一个专门画图的一个套件 那只是说,在Excel里面本身就有了 那观念也是类似的 包含大家最常用一定是有直条图嘛 一定有圆形图嘛,一定有折线图嘛 一定有什么散布图啦 一定有什么泡泡真图,这些都有啦 那只是说呢,一个也是用程式来写出来的 那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手动 但是呢,如果你在Excel里面 你要让它自动化 当然你可以配合VBA 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者啦 反正如果你是希望快速得到结果啦 你应该打开也可以Excel 好像有点比较相对快一点点 OK啦 但是如果你希望是把它丢到资料库在运作的话 也许你用Python 另外像我同学问到说 如果要让Python自动执行的话 其实反而我后来发现,因为VBA本身自动执行功能比较强大 所以反而我的做法是这样啦 就是老不如你用VBA里面的自动执行功能去呼叫Python 好像相对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Python自己本身没办法自己运作 除非说你要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Windows的排层 但是那个排层相当难用啊 而且你没办法自己程式化 可是如果你透过VBA 因为VBA本身它有一个物件就是Application 就是Excel本身 它可以只要你把它打开 你可以设定就是说当什么时间 有点像闹钟好了 几点几分几秒执行一次 有没有 或者是说多久执行一次 它有一个Application里面有一个叫On Time的方法 On Time嘛 后面给它时间 然后呢 时间之外告诉它说 你要执行什么程式 它时间到就执行什么程式 或者是说多久做一次 那这样我觉得 反而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透过VBA去执行Python 那现在转起来我觉得还OK 当然这个其实怎么做比较快 当然是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可以再找找看 目前我看到 我觉得比较恰当的方法是 而且我好像记得 我有把这样的做法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第十个单元 就是Python的自动执行 OK 那怎么自动执行几个方法 我刚才有提到 你如果你在DOS也可以执行 排层 这个排层部分 是OK 可是后来发现 排层真的很难用 因为变成你要手动去建立 这个几点几 有点像闹钟 但问题 你变成要手动去设定 那你跟他讲要执行哪一个 他就run他就对 触发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呢 用VBA去执行Python 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刚刚跟各位讲的 你可以用什么呢 在那个VBA里面有那个share share意思是说外部呼叫 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Python 去执行他的一个点Py的程式 就是你给 这个是你的Python的路径 那这个是你要执行的那个模组 OK 然后再去run 那不断run的话呢 比如说多久run一次的话 他这边有个on type方法 现在时间加多久run 比如五秒钟的话 那你就是在这边给他一个时间 这个是应该是十分秒 这个指的是什么 现在时间一个小时之后run 有没有 一个小时run一次 一个小时run 当然你可以改 如果你要什么 一分钟run一次的话怎么改 就把这边改成零嘛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一就好了嘛 对 然后呢 他就说 一段时间run一下 一段时间run一下 这是OK的 那前提记得 你记得一定 ease有不能关掉 如果ease有关掉 当然就不能run了 OK 之前好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电脑要开着吗 对不对 当然你电脑一定要开着 而且你ease要开着 才能run啊 对不对 OK 所以 就是这样啦 反正开着就OK了 那其实还好啦 你现在电脑 应该也不怎么耗电 如果你是比电 那更省电 对不对 其实就放着嘛 OK 其他底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啦 比如说爬床好了 一段时间爬一次 一段时间爬一次 那也可以怎么样 你写个爬虫 然后时间到去爬一下 时间到去爬一下资料 那是OK的啦 甚至一段时间 时间到自动去把资料爬下来 丢到资料库 有没有 时间到抓下来 塞到资料库 看你是要多久 一个小时 一分钟 五分钟 都没有问题 修改一下 所以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还不只是只能抓一个 一个网站的资料 假设你是好几个网站的资料 要做比对的话 比如说外汇资料好了 那你可以很多个银行嘛 一起来比对 有没有 或者是说甚至是什么 电子商务好了 你要比价 哪个商品你也买是最划算的 对不对 自动去比 然后比完告诉你结果就好了嘛 还有什么 饭店好了 不过饭店现在不用了 现在好像都被Agoda或者是 Agoda跟Booking是同一家公司嘛 所以你比来比去也是同一家公司的 而且你会发现 Agoda跟Booking其实背后本身原来就是爬从公司啊 他去爬别人的网站的资料 慢慢越爬越大 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什么 订房网站了 对不对 OK 那当然呢 这个就是什么 资讯的垄断嘛 对不对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刚刚讲到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刚刚的这个汽车切换案件 做个简单分析 如果你要知道说历年来有没有 到底那个汽车的切换是增加还减少 很简单 只需要用枢纽分析 加枢纽分析图 结果就出来了 看到结果 应该是越来越好的趋势 而且好 而且尤其108年之后 这两年好像实在太好了 为什么汽车失卸率越来越低啊 我不知道机车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抢夺是不是这样子 显然好像那个 我看到住宅切捣好像也是这样子 越来越少 所以显然到底是 柯P 这我没什么意义 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些成效 当然这个还是可以需要再从其他面向去观察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机车是不是也这样子 第一个 另外的话 各区 如果现在应该只有年嘛 年的话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要做村友分析很简单 就是先产生年嘛 那怎么产生年 就是切割那个发生日期 因为日期里面有年月日 那你只要年的部分 所以你记得前三个字 那不过还记得一件事喔 切割过来是用laps 对不对 那laps切割完 它是一个文字 那因为我们要统计分析的话 通常如果年的话 它应该是按照数字啦 所以比较精确是外面包一个value value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文字再转成数字 做统计 那 这个有了之后 你再利用什么 插入枢纽分析表 把什么呢 把这个年的栏位拖拉到列 列标签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就是这个 把这个拖拉过来 我要分析年 所以你会发现喔 它实际上是帮我把年的栏位做群组 就是104 一个群组 然后我要算什么 它104 105个别的数量 所以我可以把年再拖拉到值 不过它预设是加种啦 那我们可以怎么 把这个加种改成直的栏位设定改成什么 项目 我只要算它的项目 那可以算出来 发生的数量 104年108件 105年103 好像没有降太多 10695降了一点 107很奇怪 反而升了 107 然后108 突然就下降了 109下降更多 110 哇 几乎到很低很低的状态 可是不晓得跟那个疫情有没有点关系喔 因为疫情爆发之后大家都不出门了 所以不需要开车吗 也不知道啦 反正这个只是看到的是一个表象喔 那至于其他的喔 还有什么呢 其实这边还可以统计啦 还可以统计什么 哪一区 哪一条路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哪一区哪一条路喔 你还必须把区 独立出一个栏位喔 那路的话呢 还要独立一个栏位喔 那其实最难的 应该是在 哪一条路 哪一条路的栏位上面喔 怎么样把这个 把它独立出来喔 OK 不过这个当然需要用个公式吧 如果用公式的话 你可以用File函数 加上IfAir 加上Mid 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喔 这个我想应该已经超过我们Python的范畴了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练习看看吧 OK 那我把画面呢 现在还给各位一下喔 那其实还蛮多啦 切到案件喔 其实台北 光台北市它就提供了一箩筐的资料 所以呢 如果假如说呢 你想要深入了解 然后彻底去分析 甚至喔 相对是记者 是不是也可以从这地方 自己做一个统一分析 会比较精确一点 查证的工作吧 我发现有些时候喔 就是新闻所爆出来的东西喔 很多时候是不太有那个数字 这个科学根据的 就是反正好像大家都这么说 就有点 把它爆出来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喔 不知道 OK 但数字会说话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部分 再熟练一下 那 其他当然还有 就是说全省邮局地址 我刚刚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试试看喔 我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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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